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理苦 大家好 这里是禅语 禅语伴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在中国南方 特别是福建一带 有一句话流传很广 那就是 加加阿弥陀 护护观世音 作为极乐世界的教主 阿弥陀佛的名号深入人心 不论修行与不修行的人 有事无事 都喜欢多念一句 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的另一位大菩萨 也是人人皆知的 那就是我们熟知的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在佛经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中 记述到 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能随时观察到众生的一切疾苦 忧愁 苦恼 只要大家一心称念 菩萨的名号 观世音菩萨 便观其 因生 闻生来救 使众生脱离苦难 因此 得名为 观世音菩萨 因为观世音菩萨 无私地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 一切众生 都喜欢去拜 观世音菩萨 拜菩萨 实际也是 讲究方法的 不能盲目地去拜 不要直白地认为 自己烧得香多 就能够得到菩萨的保佑 这样的想法 其实都是愚痴的 对此 可能有人深信不疑 甚至有自己的亲身体验 真正得到了菩萨的加持和帮助 走出了困境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可能都认为这是迷信了 有的人甚至辩解到 如果真能这样的话 那人世间 哪里还有这么多的痛苦和磨难呢 其实 首先我们要真正地读懂佛经 就不能只停留在字面上 从表面去理解 我们在礼拜观世音菩萨的时候 你一定要牢记以下这两句话 将来的福报 一定是不可思议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前面提到的经典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 特别提到了要 一心称念佛菩萨名号 这个一心就是关键 也就是说 要保持至真至善至纯之心 去念佛菩萨名号 如此才能与佛菩萨相应 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我们反省一下自己 真正能做到这样的诚恳 没有私心杂念 不假妄求吗 我们的心里 时刻充满着妄念杂想 时刻把自己的一切私欲 摆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凡事都以个 我的存在 我值非常严重 以至于有的时候 自己求了不该求的东西 也浑然不知 很明显地违背了道义 损人利己的事情 你想想 佛菩萨能答应你吗 如果一个人经常中恶因 却跑到佛前 求自己能获得更多的福报 这是自欺欺人的行为 佛真的没有办法 去帮助你达成愿望 因为佛法是不可能违背因果的 佛法说 万法皆空 因果不空 佛教的因果是 善因善果的 绝不是善因恶果 或是恶因善果 我们在佛前许愿 一定要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去许符合 因果规律的愿望 举例来说 如果你最近要考试了 你在考试前也做足了努力 该看的愿都已经看了 你要去佛前许愿 可以求考试顺利 但如果你不看书 不被提 就别求考试顺利了 不现实 其他事情也皆如此 如果你想要获得什么 首先自己要先去付出 不是你在家等着天上 不会掉馅饼 只要拜一拜佛 就能万事大吉了 天底下没有那么好的事 佛菩萨是教你 放下一切的执着与妄想 保持内心的清静 这样自然就与佛道相应了 犹如一杯装有泥土的水 是我们自己妄想太多 太过执着 被各种各样的人和事物纠缠 整杯水都混浊了 映照不了日月的光辉 只要我们把心静下来 多一分清静 少一分执着 慢慢地 水就会清澈见底 自然可以照出日月 也就是与佛菩萨相应了 只要我们在菩萨面前 改变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多去学习菩萨的慈悲和智慧 你的命运才会发生改变 困难和痛苦才会减少 福报和好运才能增多 佛教里的菩萨并不是天上的神仙 而是一位具足慈悲和智慧的圣人 菩萨只是上求佛道 下话众生的觉者 佛门里有一句话说得很对 念观音 学观音 不如自己做自己的观世音 我们去拜观音时 最好能牢记这句话 我要学观音 并且要做观音 做一个像观音菩萨一样的人 也只有成为菩萨这样的人 才能度一切苦恶 远离一切烦恼和痛苦 当初六祖慧能初见五祖时 五祖问慧能来意 慧能回答五祖道 为求做佛 我们每天拜佛菩萨的目的 其实也是为了要成为佛菩萨 因为佛在法华经上 已经告诉过众生 佛之所以出现在世间 就是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做佛 拜观音 念观音 不如自己做自己的观世音 菩萨不需要你拜他 也不需要你的供养 菩萨需要你有一颗慈悲善良的心 世人皆苦 苦在放不下 放不过自己 不放过他人 称恨 计较 抱怨 不曾停歇 所以苦啊 你的心里不解脱 磕多少头 也无济于事 我们常说 心里不放过自己 是没有智慧 心里不放过别人 是没有慈悲 你的心量太小 自私 千贪 怎么能容纳福气呢 你的心地不好 口念观音 心不善 喊破喉咙 也枉然 只会让自己 离佛菩萨 越来越远 其实 人生一切业障 问题的根源 都在于自己的心 佛门里讲 一切为心造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觅 感无不通 世人皆想与菩萨 求得感应 却不知 这感应不是求来的 而是你心中 有真善美 内心有慈悲 言行有德 践行菩萨道 自然能感受到 菩萨慈悲力的加持 这加持力 源于自己心中的爱 慈悲者 慈为拔苦 卑为欲乐 能够力所能及地 救济众生脱离苦海 能够尽己所能 给予众生方便 力量与安乐 这就是最大的功德 我们对佛菩萨 最好的恭敬和供养 是学习菩萨的智慧和精神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成为一个像他们那样 仁义 慈爱的菩萨 慈爱一切 有缘无缘众生 悲悯一切受苦大众 菩萨不是神明 菩萨是慈悲的象征 不只是佛门里 受人敬仰的菩萨 我们身边的一切善良的人 都可以是度人离苦的活菩萨 所以愿你成为别人的一道光 成为他人心中的菩萨 希望你保持善良与慈悲 因为你不知道 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黑暗 佛说一切法 未度一切心 世人有苦求菩萨 求菩萨改变自己的命运 却不知 当下所遭遇的一切 其实都是自己的内心出了问题 因为你的内心有分别 有执念 心境不好 所以感受到了苦 除了身体上的毛病 其实人的大多数痛苦 都是自己的价值观带来的 也就是自己的念头 你有什么样的信念 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你自己若不转心 谁也救不了你 若不回头 谁为你救苦救难 如能转念 何须我大慈大悲 观音菩萨 妙难愁 清静庄严 累劫修 三十二应周沉煞 百千万劫化炎福 平中甘露常便洒 手内扬之不祭秋 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长作渡仁周 希望大家慈悲喜舍利益大众 也是在为自己修福吉德 总之 佛家有言 菩萨未因 凡夫未果 人生福祸 从心田而起 求神拜佛 不要只是为了求好处 而是要向佛菩萨学习 以佛为榜样 修行自己 福宝才会不求自来 有句话说得好 念观音 学观音 不如做自己的观世音 学佛菩萨的善良 做佛菩萨的自度 人生一切福祸 都是自作自受 我们要多种善音 只要你种下了梧桐树 自有凤凰来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禅宇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